他曾到澳门输掉1500亿, 搞得何鸿新歌以不去, 吸了他一像中新VIP金卡, 他是桃学威龙, 李他叔飾演的曹达花的原型, 他在巅峰时家位比成龙, 借言都高, 电影公司成立得比肖时组, 不近拥有半条街, 船买下整座山, 他一生拍了七百多部剧, 就因好倒拜光家财, 晚年为了生存只能跑龙套, 甚至有人说, 假如他不倒, 他能给李嘉诚船有展, 他就是人称人谈铁汉的曹达花, 曹达花生于1915年, 是广东台山人, 那时候普尔才刚刚退位三年, 国内正直动烫时期, 为了躲避战乱, 一家老小都来到香港生活, 曹达花从小就是一个戏迷, 在他十五岁那一年, 他就出道了, 跑到上海开始去学演戏, 演的配角, 后来回到香港演了好几部戏, 船担任了导演和南主角, 演艺事业上一帆奉讯, 可就在1941年, 小日子打入香港, 各行各业都乱成一团, 大家那船有空看电影, 因此电影公司也都停工了, 曹达花在那时候也失业了, 曹达花自幼就佛系失业了, 也没关系, 开始学人到街边摆摊做生意, 没想到摆摊赚到的展竟然比演戏还多, 也在那时候小小的罚了一笔财, 1949年祖国成立战乱终于结束, 曹达花靠着七, 八年即赚的财富直接一把疏虾到电影里, 直接开了一家电影公司, 随后出品了, 七剑十三合, 飘房大浴, 在当年可视最火的电影, 后来他又拍了王飞鸿系列的电影, 在里面饰演梁宽, 在五十年代的, 射雕英雄传, 你他成了郭靖, 可以说, 他是第一代郭靖, 随后又拍了, 如来神掌, 成了大俠龙剑飞, 曹达花靠着一步步佳作, 成为家与户晓的人物, 江湖人称人谈铁汉, 六十年代初的时候, 曹达花已经公骗半边天身驾步将, 并且他船非常懂得投资, 他看好房地产, 不近买下半条街收租, 船买下了一座山准备开发, 那时候李嘉诚船在搞素交化, 甚至船有人说, 如果曹达花继续借摩佛塔下去, 那他的成就会不雅于李嘉诚, 值得一提的是, 他船是全香港第一个拥有自动挡汽车的男人, 六十年开自动挡汽车, 这可不是有剪就能办得到的事情, 可现当时曹达花的社区地位有多高, 绝对不止三四层流那么高, 那时候肇事电影也才成立一两年, 刘德华, 将学有这帮四大天王有的才刚出生, 有的船没出生, 可以说, 他们同年时想看武俠片, 就得看曹达花, 演戏是曹达花人生最大的人趣, 借让曹达花佛了家, 直撻人生巅峰, 可也因为一次演戏, 让曹达花一夜回到解放前, 1964年, 曹达花到澳门拍电影, 澳门当地的特产就是赌场, 曹达花奸下的时候想着泥都来了, 于是上场开始疏忽, 曹达花就是典型的赌场小白, 书点剪他就想回本, 于是一直往赌场上加剪, 一直书就越加越多, 赌场那里能放过这肥美的羔羊, 最后, 曹达花不近把瑞士银行李的三千马美金拿出来, 船把自己那半条家的物业, 以及那整座山都书给了何鸿生, 借赛家当林林总总家起来在当时就已经有超过了三个亿, 如果换算成现在的话, 那届值是超过了一千五百亿, 赌场最爱的就是曹达花借总人, 不过, 何鸿生赢了曹达花借摩多展, 自己也感觉到不好意思, 于是他特别做了一仗终身黄金VIP卡级曹达花, 有了借张卡, 曹达花可以在何家的酒店里横着走, 因为费用全包, 不过, 借张卡简直是杀人诛心, 有种我拿着你的剪扮你的是借个道理, 一回到家, 曹达花就把借账卡索进保险商再也不倒了, 当然, 家已经不是当年那个豪宅, 而是几十平的小公寓, 而何鸿生拿到了曹达花的地皮, 转头就套现, 后来借快地皮也就是现在的荷里活广场以及星河名居, 人生遭遇这摩大的变故, 要是心脏不好的, 肯定承受不了, 就如这两天的古事一般, 不少古民以为是牛市, 贪心地带着大把的展进去, 想狂赞一笔, 没想到反而被吐了, 转头就沉死灭活的, 曹达花承受能力比一般人强得多, 他跑到肇事去当配角跑龙套, 那时候, 红金宝和成龙也已经成名, 曹达花在他们的徽里面, 经常演探长之类的角色也因此外界都弃称他为曹探长, 不得不佩服, 这种从头再来, 东山再起的勇气, 这拼不是谁都有, 而周星辞与曼塔演的, 陶学威龙儿, 里面, 塔叔式演的曹达花, 其实就是在致敬真实的曹达花, 特别是那将附属金卡奏极为遥眼, 对曹达花来说, 最宝贵的其实是他的老婆, 无论是当初充磨到有, 算是后面从有到无, 他老婆都对他不利不弃, 不近到外面赚钱养家, 船让其软饭硬吃, 这样曹达花很感动, 后来妻子病了, 到英国治疗, 曹达花也跟着到英国照顾妻子, 直到妻子去世, 千禧年, 曹达花回到香港, 拿下了好几个大奖, 攀掌人船是刘德华, 2006年, 曹达花从自家的天台上摔了一交, 危止把他接到英国治疗, 后来就住在英国, 拼在第二年去世, 据说他嵌中前船把保险商里那帐黄金VIPColor出来交代危止, 让他不得赌博, 正所谓人生如戏, 戏如人生, 曹达花喜欢演戏, 而他的一生更像是一部戏, 接下来说, 影坛铁汉曹达花, 早年风光晚年凄凉, 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他, 小岛移情, 大岛伤身, 其实, 大岛都是小岛发展而来的, 这句话似乎再简单不过了, 但其中包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, 赌博, 本来就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, 尽管有人因此赞得盘满撥满, 但更多的人最终却是家破人亡, 一个赌王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启示, 何鸿新以博彩业发家, 但他本人从未赌过, 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, 将博彩业发展成了一个盈利的产业, 而另一个人, 他早年演电影发家, 中间却染上倒隐, 最后晚景凄凉, 这个人就是, 影坛铁汉, 曹达花, 何鸿新以一己之力带动了澳门博彩旅游产业的发展, 最早, 他在澳门建立了浦经, 成为达官遣贵门心目中的目的地, 然而, 与此同时, 曹达花也陷入了岛博的泥潭, 浦经开办了贵宾厅, 消费水准极高, 吸引了不少富豪, 曹达花是其中之一, 曹达花早年是香港著名的影视演运, 以出色的演技赢得了观众的认可, 积累了一些财富, 他在香港偏僻的地方建立了华撻电影银, 开启了自己的投资之路, 然而, 他的命运在他染上倒人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曹达花频繁进入何鸿新的赌场, 时间越久, 他的输赢也越来越惨重, 最终, 他将自己的电影银底压出去船债, 何鸿新则转身将电影银的地皮卖掉, 借快地皮如今已经保障了1500亿, 曹达花看得自己的创后恐怕会后悔莫及, 曹达花的晚年生活充满了悲伤和困毒, 他的倒人使得他财富好尽, 妻子朱乙花也因此幻想了重病, 曹达花不惜花费重金为妻子治病, 最终病逝在英国, 这位银幕上的硬汉, 在他的最后岁月里货粒无收, 生活陷入了困境, 对比何鸿新和曹达花的故事, 我们不难发现一个道理, 赌博无论多魔具有有滑力, 都是一种极具风险的行为, 小赌移情或虎魔可口非, 但过度沉迷赌博就是自尋死路, 何鸿新在自己的成功经历中总列出一个重要的原则, 折制欲望, 放肿自己的欲望指他带来灾难, 而折制自己的欲望才能让人生变得更加充实和成功, 何鸿新之所以成为赌博界的巨头, 正是因为他能够准确地压住赌局升算各大的一方, 赌博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活动, 更是对人性的考验, 赢得钞票拼不容易, 更不可能一夜暴富, 在现实生活中, 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生就是一场赌博, 但与赌场不同的事, 我们可以看清哪些赌注能让我们赢, 哪些欲望是需要节制的, 曹达花的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意识到了赌博的危害性, 他的故事不是为了评判他的对错, 而是要从中吸取人生的经验教训, 无论是在赌场还是在现实生活中, 只有节制自己的欲望, 才能在人生赢得胜利, 小赌移情, 大赌伤身, 让我们明白放肿欲望指贵导致失败和灾难, 相反, 节制自己的欲望, 以理智和稳健的态度对待人生, 才能成为真正的赢家, 何鸿新的成功经历告诉我们, 聪明和理性的压住才能为我们带来长足的发展, 所以, 让我们不要沉迷赌博, 而是努力折制自己的欲望, 成为人生的赢家, 好料,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订阅点赞转佛,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欢迎订阅点赞转4004AC Вс receipt, 欢迎订阅点赞转4002AC